第41集 嗜血腾花瓣的功效 北风看着两条龙鱼想着 好家伙 比我还啃 两条龙鱼随随便便就挤大腕了 摇了摇头 北风转身离开 到其他观赏鱼的前面看着 还别说啊 若是以北风什么都不懂的目光来看 都觉得这些观赏鱼十分的漂亮 不过呢 这开的县城卖得出去吗 县城啊 终究不是势力 肯定有钱的人也没有势力多 这里的观赏鱼动则几千上万 这里的消费水平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买得起的 摇了摇头 这些呢 又不关自己的事情 转身离去并没有买什么 回到农贸市场 一辆小货车停在了店铺的旁边 北风和老板打了一个招呼 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玩着手机 老板 我哪里走啊 一会之后 金蝉全部被装好 司机是个中年人 转过头来对着北风问道 两三个金蝉呢 就有一辆的重量 这整整一万只可不少 再加上一些水分防止金蝉脱壳 也装了好多袋子 北风一路上不识指路 没一会儿功夫 这清岭村已经是摇摇在旺了 白相已经在村口等着 省得等下还要用第二次 拒绝了司机的好意 北风和白相 一人拎起了几个大袋子 步伐如飞地离去 看着中年司机是一脸的懵逼 一两百斤重的东西 在常人来搬 可能走不了几步 就得停下来休息一阵 但是对于白相和北风来说 却完全地不成问题 就像是常人拎着 二三十斤的东西一样 嗯 你是哪位 北风提着金铲回来 看到自己家门口 有一个年轻男子站着 不由地问道 您是北风吧 这是我老板买虾肉的钱 年轻男子好奇地看着北风 不知道老板 为什么这么看重他 你老板 北风一愣随口问道 那个男子回答说 王总中午才从您这里吃过饭 哦 北风摇了摇头 本来自己就没有打算收钱的 看重的是王剑的人脉圈 我来的时候 王总说了 这不是饭钱 这是您让王总带回去的虾肉钱 男子解释着 随后打开了手中的手提箱 里面一叠叠的崭新百元大钞 看着厚度怕是不下几十万 太多了 没有这么值钱 北风一愣 这是什么情况 有钱没地方花 接济自己这个穷人吗 几斤虾肉而已 值不了这么多钱 那我可不管 反正钱我是送到了 男子倒也干脆 直接转身 放下手提箱就走 北风是一阵无语啊 这总不可能上去 拉着人不让人家走吧 北风进屋把东西放好 给王剑打了一个电话询问 看来王剑是误会什么了吧 挂断电话之后 北风也是无语苦笑 但是转念一想 在桌子上 刘子云的表现 北风觉得 自己还是低估了帝王虾的肉 北风想了一下 进入微信群 就群发了一个消息 预定名额已满 不再接受预定 下次预定时间不确定 价格不确定 发完信息 北风就退出了微信 丝毫不在乎 自己的一条信息啊 在群里掀起了怎样的风波 哼 朕没讽 朕不要吃药 你们要干什么 来人救驾呀 总有刁民想害朕 在群里发了一句话 一个人立马回复 楼上已经封了 鉴定完毕 一个人立马跟着回复 话说 我也感觉自己快要封了 六千块一桌的饭菜 还真有这么多人去吃啊 一群人是炸开了锅 一些人呢 说是北风 想前想风了 一些人则是说 还真有这么多冤大头去吃 颇有种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感觉 看来这帝王虾的肉 对刘子云很重要 北风刚才 给王健打了一个电话 王健曾经隐晦地表示 还有没有虾肉 能不能够 再卖刘子云几斤 算了 就当送个人情吧 北风想了一下 就下定了决心 同时也暗暗地提了个醒 看来有些东西 还是要控制一下的 最起码 这一级妖兽肉 这样的东西啊 北风不准被大规模地 流入市场了 一 二 三 北风默默地数着 首提箱里的钱 足足五十万 不由感慨 这是自己以前 要用一辈子时间 才能够存下来的钱 但是在真正有钱人的眼中 却是不知一提 北风把钱放好 准备明天存到银行里去 这么多现金放在家里啊 北风总觉得不踏实 一万只金铲 被北风倒了出来 堆积在嗜血腾的面前 很多金铲还活着 身上湿漉漉的 脉动着截肢 慢慢地爬行 嗜血腾的动作呢 更是迅捷无比 一支支的金铲 被嗜血腾的根须缠绕回来 一根根地 轻轻刺入金铲 轻轻一吸 断时原地之中啊 就出现了一个个的空壳 嗜血腾变化迅猛 一层层的浓郁血光 笼罩在嗜血腾的身上 嗜血腾顶部的花朵 也愈发的妖艳 散发出来的气味 也是愈发浓郁 足足半个小时以后 嗜血腾才收回了根须 地面上留下了 无数金铲的空壳 花瓣开始 一片片地凋落在地上 不多不少 正好十八瓣 比起一般的花瓣厚得多 一丝丝纹路 在花瓣上密布 叮 北风捡起了一片花瓣 轻轻地弹了一下 一声悦耳的倾向传来 真的如同玉制一般 这花瓣看起来也不是繁品 不知道 有没有血缘果的功效呢 北风看着 像是血液在其液脉之中流动 眼中一彩连连 想了一下 北风把一片花瓣放在了嘴中 入口冰凉 旋轻化作液体在口中弥漫开来 一丝丝的甜意 加上一点点的苦涩 形成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味道 但是北风更关心的是 这花瓣的功效 这液体一入肚 北风就感觉到自己身体有些痒痒的 但北风没有害怕 因为除了痒之外 北风还能够感受到自身的身体 在慢慢地变强 身体骨骼像是经过了一次压缩一般 细胞的排列更加地紧密 骨骼像是被锤打过一次的铁一般 足足一个小时之后 花瓣的药力才消散了 北风的身上也出现了一层杂质 这些杂质都是身体密度增加的时候 被挤压出来的 属于身体内部的深层杂质 北风好好地写了一个枣 看着镜子之中的自己 并没有太多的肌肉 甚至有些单薄 但是北风却很满意 力量32 速度29 精神34 武功 小光明呼吸法小成 兵器极寒冰 距离升级成为二级锤吊者 还差6900经验点 只是躯体密度更加地紧凑了 北风的力量和速度 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唯有精神没有增加 北风立马又吃下了一片花瓣 但是十来分钟过去了 却是没有丝毫变化 莫非这花瓣 只有第一次服用的时候 才会有用 北风不由地想到 还有一个可能 则是这花瓣的药力 已经不足以支撑 自己再次地压缩身体 北风觉得 第二个可能性要大一些 但是看着手中剩下的 16片花瓣 却是犯了难 把这个花瓣做得好 地上